三隧分流的實施日期 12月17日已經是經過法案來立法會確定了 所以在12月17日凌晨5時開始 我們三條隧道不同時間不同收費的方案正式實施 所以各位駕駛人士就要注意 到出門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時間 可以盡早出就盡早出來 因為7時半之前過篩隧是最低的 是因為20元 但如果過了7時半 每兩分鐘兩元一路加上8.08分左右 就已經是60元 另外其他兩條隧道是一樣的收費 可能最高是40元和60元的分別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出門 第一要注意自己的時間 可早則早 可遲則遲 避開高峰期 第二件事就是晚上回家 如果是在繁忙時間回家的時候 都會收費很貴 如果過了9時多之後回家 那時隧道費就會很低 都是20元而已 幾條隧道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駕駛的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過海的時間 另一方面 就是這段時間 我們很多議員或社會上 都在討論有些穩食車 是可能比較貴的 因為穩食車是收費50元 譬如說車子過海也收費50元 又或者旅遊巴也收費50元 所以有些小型車輛的穩食車 他們覺得收費比較貴 這些價錢的問題 在之後我們都希望有些收定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過海 不會影響到太多大家的時間之餘 亦都不會影響到大家的經營成本 希望我們三歲分流實施之後 不同時間不同收費 可以令到大家錯風出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